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猶達的Youtube頻道 其實都醞釀了很久, 大家早前見到我, 出了一張照片, 做了一盞燈的東西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都打算善用我這個Youtube頻道 其實我這個Youtube頻道也有了很久, 但一直以來都沒有好好利用它, 亦都沒有時間 大家如果有進去我這個頻道, 你都看到, 其實這個頻道之前, 都是錄了很多, 當年2014年佔領行動的時候, 在旺角的情況 如果大家還有想看的話, 都可以走回我的影片去找 但還是那句, 希望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三部曲, 訂閱, 追蹤, 按鈴鐺, 按鈴鐺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陸續會定期地拍一些短片 就上載上去, 給大家看, 還有他都喜歡說一下馬 那這次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 當然, 因為接下來星期日, 跑這個寶寵紀念 跑這個寶寵紀念, 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 我近這十年八年都經常去看的一場日本一級賽 當然, 日本盃就是一定是指定動作, 一定每年都去 但是呢, 這個寶寵, 其實我都去過很多次 那對上一次去, 都已經要數回去 就是金船贏第二次的時候 都很多年前, 因為工作關係繁忙, 變成中間都很少去 那這次呢, 既然是這個 尤達的Youtube頻道, 打頭炮, 主題都是 這個寶寵紀念 當然, 大家如果一納一納這個寶寵紀念 那十八級參賽馬當中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純粹日本人的Affair 其實呢, 我找到這次, 其實在我那個 之前我都介紹過啦, 我們有個老友記 其實就居住日本, 也是其中一筆參賽馬 都有份出資, 都是馬主之一啦 都要有香港人參與的寶寵紀念啦 那我現在介紹, 龍王兄 你好 喂, Hello 你好, 尤達兄 多謝你邀請今天, 真的很榮幸 是, 我多謝你就真的啦 其實今天呢, 尊找你來呢 一來呢, 其實我們之前 大家都談過很多, 都談過很多 那你也有幫我們瘋狗馬經 玩這個貼士大比拼啦 那你現在就暫時領先啦 那希望可以, 希望你就不會 希望你就, 今次真的可以頂到尾 那你真的拿個冠軍回來, 有一隻獎杯的啦 那這次找你來啦 那主要呢, 那主要呢 那你那一匹防爆幫 防爆裝束 Blast One Piece 那真是列陣在這個補充紀念啦 等一下呢, 你可以慢慢說多些啦 那其實呢, 這一場馬 即是你初步看下去呢 其實你怎樣看這場馬的形勢呢 現在還未說你的不馬 只是整體看到那個形勢 你覺得是... 你怎樣解讀呢 第一個感覺 當然在日本來說呢 其實大熱呢 很多人都是看好李慕華那一隻 這個Saturnari 即是這個龍神節興 因為之前他跑那一場呢 是非常之輕鬆的 贏了中京一場重賞 金虎賞那一場 那一場金虎賞 是的 這隻馬是非常之有人氣的 那... 日本這邊很多人都貼這隻 是非常之看好的 那... 當然另外一隻呢 很多人都會看好 就是這隻 11號的王子丁 因為這隻馬... 馬女呢 即是踏入... 今年之後呢 即是去年年尾 開始... 開始... 跑完香港那場 國際賽之後 入了第二之後呢 回到日本呢 就... 即是個個都覺得是大熟大勇呢 即是上次就贏了大板杯 那... 他配這個到本來都非常之合拍 嗯... 所以他都是非常之有機會 即是日本來講呢 大家都會記憶看好這兩隻馬 嗯... 那我問你呢 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呢... 早兩... 一月頭的時候 那大家... 即是你在那邊 東京就看了 安田紀念啦 那當... 即是我就... 我就覺得這一場 安田紀念呢 即是如果你說 2020年最好看的 日本... 日本一級賽 其實今年已經看了 今年已經看了 這場安田紀念 已經看了 因為... 因為那場馬其實是集合了很多 即是馬王級 在那裡... 在那裡... 真的不好載啦 就是... 輸了... 輸了就... 嗯... 即是不能夠繼這個... 維多利亞一 你賽就是再下成 其實多初呢 我就以為呢 他... 即是... 幸福會跑這場 我... 補重紀念 那如果跑我補重紀念 那就更加精彩 但是其實呢 就是如果反過來看 我自己就覺得呢 這一場馬呢 跟安田紀念的... 的... 分別呢 其實這一場馬我覺得呢 雖或你說 Saturnalia 或者 Lucky Laila 那些是比較擂台 但其實這場馬我覺得都是好軍勢 包括你的馬在內其實都是有得跑的 你撇開他排十八檔吧 一會兒我再問你 你再說多點你自己所知關於你的馬的情況 但給我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我願意說這個安田紀念是一場全年最精彩 即是可以近乎跑馬王的賽事 這一場就變成最平均的一場 我自己覺得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都非常認同這件事 還有今年你發覺始終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日本馬 即是之前杜拜世界杯取消了 很多日本馬其實都不能夠遠征 所以現在例如好像之前大阪杯 或者之前你所說的安田紀念 都很多精英進出 即是很多贏過一級賽的日本馬 都會出席本地的一級賽 即是這個寶寵紀念 其實是很久很久以來都未試過 即是出齊十八隻馬 而今年是十八隻馬出齊 即是夫基出齊了 而裏面亦都很多一級賽的賽區 有份參與 始終都是因為受過疫情影響 所以很多精英都會進出這場一級賽 所以搞到會是比較 比以前來說呢 是非常之有看頭和比較軍勢 我都完全認同這件事 是啊 沒錯 其實都不止是杜拜的 其實就是 你認真說 除了杜拜去不到之外 你香港都來不了 香港都來不了 香港都來不了 你跑女王杯那堆馬都跑不到 接著再講 兩者中間 就夾了個澳洲 澳洲那個 The Championship 都勉強叫他有筆 去跑 但是回來都散了 那隻馬 還要是想著 400萬獎金 去到那裏 獎金不見了一半 還要是贏得到 跑得到第三回 其實都幾選兵折仗 但無論如何都好 因為這些情況去不到遠征 就形成了那些日本馬 專注國內 就塞了車 但是比較冤枉 就是去了杜拜那些 就要打回頭 就是原機折返 都未安頓好 飛了飛 都未落 都未坐暖 椅都未坐暖 就要走回來 所以其實 其實就 其實多多少少 對馬的那個 那個體力都有些影響 還有那個狀態都有些影響 因為你 你遠征不成 又要再回來 那你又要重新做功夫 或者你放了又怎樣都好 其實是多多少少 是真的有些影響 所以杭牧 所以杭牧 你說那場安田再輸了 其實又不是沒有理由 因為你 但你都想不到那場 即是維多利 一你錦標 好像神聰一樣回來 但竟然跑到跑 安田完全都 那些新鮮感沒有了 但anyway 亦都造成了剛才 阿龍王兄你所說 就是說 為什麼這兩場 G1那些一級賽的馬 都堆在那裡 那麼多 即是你都要找地方 即是他都要跑的 所以呢 唯一 又這樣說 起碼你日本那個 Racing Calendar 都叫做很完整 也都中間都沒有停過 那所以呢 很多賽事都可以跟著 他原定那個計劃去跑 那就 但是就多了下來 那現在我就轉了一轉 那真是主要目標 就是講一下你的馬 那你的防爆裝速 那你的防爆裝速 其實呢 去年 我想跟你掃回去去去年先 去年 去年你四歲的時候 那其實 的賽職其實都不是太偏的 因為都 即是去海旋門之前 那你都去了法國 你都去法國 那在海旋門之前 就贏了一場 雜訪紀念 雜訪紀念 但是去到那裡 去到法國 那之後 那場馬就 即是 我撇開村田 但是 可能是 不太習慣 那個 那個 爛地 最後就跑得一般 但是 那一場 你連ENABLE都輸了 所以都 都 都 都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 其實那場馬之後 其實 回來 即是日本 他都是 到今天為止 都是 這一場 計算這場 補充回第三場 那他贏完那場 美國馬會 杯之後 其實就 因為 其實他本來 是不是想遠征的 他原本 會方有說過 是 想 一是大阪杯 或者 澳洲 那場 是什麼 女王冠 Dalon Premium 是有考慮過這件事 那我相信 他是 始終因為 會方的馬 始終 會員多 即 其實我想他們希望 如果 那隻馬去到外國 那些會員都去到 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 那 但是最終是因為疫情 所以 那些會員是 不可以承行去到 支持自己的馬 我相信 會方是因為這個 原因 所以留在國內比賽 即是 跑回大阪杯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 上年 其實2019年 防爆裝束都有出過大阪杯 就是 因為 全程就走大外檔 就飲慨輸0.3秒 跑第六 所以 其實他 可能 每方都想 再挑戰一次 保守 希望再 報仇 誰知 其實大阪杯 始終 都是 比較 著重一些 有速度的馬 比較容易贏 就是 板神2000米 是說速度型的馬 例如 Deep impact 那些子女 是特別 非常跑得好 是 如果說起 跑速度 我隻馬 就比較輸蝕 因為我隻馬 防爆裝束 是比較 stamina 和power type 型的馬 即是 會比較擅長 軟爛少少的場地 或者是 需要多些時間的場地 要多些power的場地 所以那場 很可惜 就輸了 還有 始終他出閘 要 打著 是比較慢 所以 那場是 他出閘 不是慢 但是 他要打著 就要時間 然後就退了 後面 要拉出去外面 追 就和 那些 鏟區 去鬥速度 最後就是輸了 所以就是 是 輸得比較 慘 上一場 但是 照計 如果他 跑回2,200 其實 就真的 應該好 好跑 我自己覺得 雖然 雖然 他去年 都贏過2,000 那場集房紀念 新式紀念 都是贏2,000 但是 現在看回這隻馬 即是 他的落腳 性能 都應該是偏長 會好些 那時候 那所以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撇開 我和 川田的私人 私人 執著 但 這個 我便覺得 他的十八檔 又未必是 一件 吃虧的東西 反而 我擔心 他安上人 多些 其實他跑完場大阪杯之後,他的功夫備戰是甚麼情況呢? 其實大阪杯之後,他就回到天榮牧場休養 跑完大阪杯,休息一兩個星期就開始在牧場開操 這隻馬始終比較有的弱點是他的背部和腰比較容易累 所以要給他一點時間復軟 他大約在三個星期之前就回到尾袍 即是回到尾袍開始開操 其實他的操練,馬是吃東西吃得挺厲害的 所以其實他在天榮牧場回到尾袍訓練室的時候 他有570kg這麼重 嘩!重了很多! 重了很多! 不過對於我來說,馬來講,吃得是好的 吃得東西是好的,是一個健康的表現 其實我不是太擔心 他也在三個星期前開始回到馬房開操 尤其是上個星期四那一棵操練 是比較操得辣少少 以及村田是故意過來關東這一邊操一隻馬 我相信修身來講,馬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而且特別因為他是關東馬 要運去板神那邊 始終會跌一跌磅 我會覺得磅數來講,問題不大 其實狀態都是不錯的 是,其實我見到 我現在 你現在在講,當然這條片就看不到 因為都版權問題 但你現在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看 我已經在聽你說 我就在看一隻 《日防爆裝束》 那兩個星期的神操片 我一會兒剛剛看了 村田那課 那他其實末段 他都是真的有用 真是很用力去壓 即是怎樣說 真是認真去考驗他 還有他早段 兩隻馬拍跳 他就比較墮後了一點 轉了彎之後 見到村田那樣 迫一迫一推 那隻馬都已經是順色 已經是彈掉了 那隻扣女 然後再走 那些步都出得都很開揚 那火氣都很 那之後呢 剛剛最後試跑那課 我都看一看 我剛才也看過 那課就比較是輕鬆一點 但是那些出步 那些馬身 那方面呢 他都收得都不錯 那其實狀態 狀態我同意你這樣說 都是水準之上的 即是看看明天究竟 即是 即是他 福那個最後那個磅 馬筆體重的時候 看看他的變化有幾大 因為呢 因為這隻馬本身 你都知道 他本身都是一隻 不小隻的馬來的 即是他平均 即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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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他跑那兩場馬 平均那個體重 都差不多是540 543 544kg 差不多是1200多磅的 那所以就 差不多是1200磅 所以其實這隻馬 他是應該 即是可能呢 他現在再省了一省 可能會再好一點 那但我想多口問一問你 這隻馬他會不會今年又會再 再想著再去跑海船門 如果疫情沒有問題的話 以我的感覺呢 就應該不會了 那還有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so far 我的認知呢 其實第一次海船門的報名 日本說只有一隻馬報名 就是迪亞翔 嗯 也都沒有其他馬報名 是啊 好像只有一隻報 只有現在就沒有 是的 那我亦都 即是會方亦都沒有說過這件事 而我自己感覺都應該 覺得就不會再去 始終是 一來疫情的問題 二來上次 很明顯 即是上次出海船門的表現 真的實在太差 我始終覺得是 馬場方面 不是很合日本話跑 所以是比較困難 是 那我都是 我都是覺得呢 和安上爺有些關係的 不過你可能不同意的 但是我覺得和安上爺是 絕對有關連 雖然他幫你這隻馬 見功了很多次 但是那一場就真是 最重要的那一場 他就脫掉了 那你自己 你自己怎麼看這隻 你自己怎麼看他排十八檔呢 十八檔反而我覺得是一件比較開心的事 因為始終 為何我會這樣想呢 以近十年補充紀念的往績呢 通常是外檔馬呢 是比較有好處的 很多人會覺得跑馬 是否跑中檔內檔會有好處 可能跑外跌是否比較虧些呢 那這一場很明顯 那這一場很明顯 就是以這個往績 就是以DATA來說 就不是的 嗯 那近十年呢 很多 你知道排外檔是粉紅帽 粉紅帽的馬呢 是特別出色 例如 如果我們數回2013年 2014年這個黃金船 GOLD THE SHIP 金船 他也是排外檔 是的 他也是排外檔 贏回來 2015年 Lovely Day 也是排外檔 贏回來 那 跟著 對 說回去年這個 雍庸百何 和2017年這個 SATONO CROWN 即這個 李建皇冠 是的 都是排外檔贏回來 還有 有一件事很有趣 其實 因為板神 現在跑到6月 內檔 那些地是比較爛些 嗯 因為始終 你跑得多 那些馬跑得多 是 很多馬鞋在那邊跑 那些地是爛些的 那是比較 那些馬在外面跑 呢 發揮是會好些 加上呢 未來這個星期六晚 這個補寵 即這個板神 就是這個板神徑馬場那邊 是開始會下雨 那我會估計呢 那其實 禮拜天的馬場 可能會是少重 或者是重馬場呢 那所以會 可能會比較 就是有利 對我 就是這個防爆 就是我有份出資的馬 這個防爆裝速是有利 嗯 嗯 還有 還有 我自己去做一個比較 和上次大板盃去比較 因為跑多200米呢 出閘之後呢 其實是有500米的直路 那上次大板盃就是 因為直路短 就轉彎 那他就不夠其他馬快 就塞在後面 之後就要抽出外面追 就很難追 這個補寵紀念呢 是跑2200米的板神 那出閘之後呢 其實有一段很長的路去跑 大約是500米左右 至轉第一個彎 是 那 那 跟上次這個大板盃比呢 那300米和500米是有一段距離 而我 有份出資的防爆裝速呢 他始終是 開過引擎會比較慢 他要是跑了50米之後 才開始漸漸加速上來 那 一出閘之後 有多些距離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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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到好位呢 其實我是覺得 應該如果他可以 一出閘之後 搶上來 轉第一個彎之前 搜到四五位呢 那這場馬呢 他都會有機會 那 或者可能去到 第三 第四個彎開始發力 轉第四個彎之後 他可以 如果是在第二第三位呢 那 我覺得他就會有贏的機會 其實有點像跑一年半前 有馬幾年那種策略去跑呢 那我覺得 是 有機會 不過始終都是說一句 今次這麼多高級的對手 這麼強的對手呢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我覺得最大的對手 反而我是會看好這個 十六號的創勢區 是 因為創勢區 它 又是一個 它的副系是 巴高 是法國馬 法國的總馬 那 它 這隻馬呢 有速度 又 非常之 即跑這個遠難的場地 又非常出色呢 這隻馬是非常之 是大的對手 另外一隻 當然我剛才都說過 就是這個 十一號的 這個 旺子丁 我都覺得 是非常 今年它是大肅大勇 我覺得是 一個很強的對手 這兩隻馬女是 非常之難過 嗯 我都 其實我自己初步看 當然我 我就 不會在這裏給提示 給我的心緒 即是要看我的心緒 大家 大家多忍一天 等 即是禮拜日的時候 留意瘋狗馬經 那我就會 即是 會有一個 詳細一點的策局 但是呢 我都同意你 幾同意你講 那個 那個論點 即是 他本身 你本身 那隻馬 其實都幾 都幾 跑法都幾有彈性 其實我覺得 不過 不過 即是 明天 即是 明天 即是 即是 正如你所講 即是 又 下雨 那場地會有些變化 其實對他 那個勝算 都 都有些希望 但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覺得 你這隻馬 就算贏不到 但是 即是 有獎金 應該就是有獎金收的 我相信 即是 應該會有獎金收 即是 我不是說 可能是前八名 其實 一級賽 日本的一級賽 前十名都有獎金 但我覺得 你這批馬 應該是會有獎金收的 即是 即是 如果真的要入到三甲 他真的要 阿村田 真的要聰聰定定 跑得精靈一點 先 因為 因為真的這場馬 他是要有些 是要跑些策略的 因為真的 對手 都是強 剛才你說的兩隻馬女 創世驅 和王子丁 兩隻都 兩隻根本就是 承著大阪盃的方 帶路下來 兩隻馬 其實狀態都保持到 這兩隻馬 當然都是要列入考慮 另外 其實 其他那些 去到 薩囤納利亞 或者 華格納 華格納 那些 其實已經變得次了 至於 薩囤納利亞 剛才 你 早 開始 你都說過 那場金虎賞 贏了之後 其實 原本這隻馬 都是有想過 都是遠征 但最後又是遠征不成 幸好他及時 調節了 和 三月到現在 都隔了差不多三個多月 所以 部署上 又不太 脫掉 另外 再說一下 那些 好像 Kiseki 另外 另外 就是 蔡王精 那些 其實這兩匹馬 上一場的天王春 其實都看到已經開始走下坡 尤其是奇蹟 強配到無風 這場都是品無風跑 但是呢 上一次呢 他都放了大半程 就 就是 就是 都跟散了 但是 但是 真的 啊 無以為計 我覺得 如果 如果 國居老師 兩匹 兩匹 來計 那就應該 Saturnalia 應該是 比較 我覺得那隻才是主力 還有 也是這樣說 說回李無華 其實 這一次 都有很多馬 很多他騎開的馬 都不跑這一場 那就 就是 造就了他 可以騎回這隻馬 應該這樣說 所以 我覺得 他 他都是 絕對是 爭性分子 還有就是 他現在的 性能 都已經 叫做 鎖定了 是2000到 2000 25 其實 他其實不是不到 不過呢 就 不是 手本路程 但是 2000 2200 就比較 正宗 所以 歸納回 時間都差不多了 不如 龍王 你講一講給大家 這一場 補充紀念 你有什麼心意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就 非常之 投放 這個個人情感下去 自己 有份 出資的馬 一定會 真的 首選自己 要回 18號 無防爆壯 情意結的東西 是走不掉 放低一點點理性 始終都要選 這隻 是 剛才都講過 另外兩隻 就是16號的創世區 因為始終 他父系是歐洲血統 就是巴古的法國 總馬 那天 如果真的下雨 這隻馬 又是 開始大熟大勇 有速度 亦都 合這個變化場地 我覺得 它是會走到前面回來 還有 另外一隻馬 11號 這個王子丁 又是大熟大勇 還有 始終馬 是有一個綁的優勢 沒錯 有兩隻老羊 對 始終跑變化場地 你輕綁一點 是會有些好處 這隻馬 我也是會 考慮之列 如果要選多一隻 我反而會是 我會飛走龍神捷慶 我反而會選擇7號華格納 就是打比馬 沒錯 兩年前的打比馬 因為這隻馬 其實他跑變化場地都有根據 他父系那邊 其實是 King Kamehameha 都是比較 他父系是Deep Inter 他父系是 他母系那邊 母系是龜波王 沒錯 母系龜波王 對 所以其實 他跑去 他招三個別地 又有 King Kamehameha 他之前跑過變化場地 我記得他 是否去年日本杯 還是前年日本杯 他跑第三個次 去年日本杯 也是跑第三個 對 去年 都追到第三個 其實他變化場地 都是勝率OK 有一樣東西 都挺有趣 還有一個就是數據 補充紀念 五歲馬 是特別出色 所以我選了三隻五歲馬 就是 7號、11號 和18號 就是華格納 黃子丁 和防爆莊聰 你差不多全部都 你差不多 除了一隻創世區 除了一隻創世區 都選了五歲馬 絕對是 就是這樣 都是回地的信數據 OK 非常之好 多謝龍王兄 放下了一些錦囊給大家 在這裏 這一次 其實剛剛錄這個過程中間 都有點意外 但是 這條片出得街 當然沒事 但是 就是第一次 在我的YouTube頻道 就拍一條短片 講補充 都是 試驗之中 也都是 希望可以 做到一個效果出來 慢慢慢慢 我就會再 fine tune一下多些 又跟 又找阿史馬田 學一下 看看他怎樣製作 定時間 我就希望可以多些 就拍這片給大家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 就是賽馬世界的東西 今天呢 就很多謝龍王 那 就是 在日本 現在都已經 差不多 十一點多了 差不多要睡覺了 都 都跟我 錄了這個短片 那 希望下次他可以 出了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他的帥子樣子 另外就是祝你 希望你在這個貼士大比拼 繼續努力 希望可以保持著 你的領前優勢 直領到底 希望可以 拿到一個冠軍回來 那 你又可以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 董杯 這裡都有一隻杯給你的 就是冠亞貴軍都有杯董的 OK 所以就希望你就 努力了 那我們就 下次有時間 希望你可以再來幫我錄一下 錄一下 錄一下 拍一下這些片 還有就說一下 日本那邊的賽馬的事 因為你都在那邊住 其實你就 至少 你要去接觸 一定比我們更容易 我們 我們就是要看電視 你可以找一下 有空可以上去 絲囚會所找一下 米本少爺 都可以聊一下 可以說一下花絲 那 我們就下次再 有機會可以再找你 多謝你 先 不要客氣 多謝你 再看看大家 如果看完這條片 大家覺得OK 記得點讚 給點讚 還記得 還沒訂閱這個 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 還有按鈴鐺 有什麼新片 你們會第一時間 得到通知 祝大家 這個寶寵紀念 龍王的提示 幫到大家 至於我 尤達的提示 記得留意 星期日出街 我瘋狗馬經的尤達 告訴你 今集就是這樣 我們到下一條片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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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